更新美国护照的步骤如下 1.填写申请表格 如果护照已损坏爱 或者有效期已过 则需要填写DS-82表格 用于护照更新 可以在线填写表格或下载打印出来手写 2.准备新照片 提供一张符合护照标准的照片 照片需要是在最近6个月内拍摄的 并且符合美国护照照片的要求 3.支付申请费 可以通过邮寄支票或汇票支付申请费用 也可以在部分接受信用卡的地方支付 费用根据具体服务 如常规服务或加级服务有所不同 4.提交申请材料 将填写好的表格、新照片、旧护照和申请费 一起邮寄到护照处理中心 大多数情况下 可以使用邮政服务的跟踪服务 来确保材料安全送达 如果需要加级处理 可以选择加级服务并支付额外费用 5.等待处理 常规服务通常需要8-11周 加级服务约5-7周 申请人可以通过官网查询护照状态 如果护照丢失或被盗 还需付上相关的报告表格 如DS-64表格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美国国务院护照服务官网 另外 更新美国护照的费用2024年为130美元 如果你需要加级处理 加级服务费为60美元 这样总费用将达到190美元 上个月我的朋友去办理更新护照的时候 那个办理业务的办公室就有照相业务 一般是需要你打电话 或者网上预约 因为在现场看到很多小朋友都是按时出现 办理他们 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本护照 按时出现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晚到或者没有预约 工作人员是不会接受你现场申请要求的 但是如果工作人员不太忙 他们可以接受没有预约的拍摄护照照片要求 办公室里有速成照相机 现在的价格是15美元两张 照片几分钟就会完成交到你的手里 然后你就可以按照要求填写表格 当然其他商店也可以帮你拍摄护照照片 按照规定一步步填写好申请表后 在画着虚线的地方 轻轻订上自己的一张照片 照片一张就够了 另外一张可以自己留着 就护照寄出去前 记得给自己复印一份留底 还有去邮局前最好先写好付款支票 不然邮局的Monday Order会收取额外的两块钱手续费 大约三到五个星期 你的新护照 就会以快递形式寄给你 具体时间取决于处理速度和邮寄方式 旧护照通常会被剪缴 表示它已经作废 但你仍然可以保留它作为旅行记录或签证证明 如有紧急需求或长时间未收到旧护照 建议联系美国护照中心询问 如果你还有有关问题 我很愿意下次尝试解答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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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